哈囉,藝店的好朋友,大家要假日午安 原子裡工作,然後路過我們這一棵 自體嫁接的哈斯洛梨 或者哈斯洛梨子自體嫁接 然後發現地上,它就自動掉了一棵 今天的時間是6月19號,星期日 6月19號,掉下一棵 哇,很漂亮 來,看一下 哈斯的特徵,還蠻明顯的 粗的這種酪梨皮 然後現在才6月19 距離 那個正常哈斯一月二月之後成熟的時間 你看還那麼久,然後現在大小就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看 既然掉下來了,那我再偷看一下 現在這個是正常果有多大 你看看 哇 這個是之前果蠅釘到的 果蠅釘到的,比它大一點 比它大一點 果蠅釘到的那個要距離 只要它不掉果,那應該是不至於造成危害 只是果實會變稠 果實變稠 來,再來 我們要拆一下比較大顆的 這顆好像比較大 然後兩顆給它對比一下 掉下來那顆比較小 而且有點 那個地頭那邊有點黃黃的 這顆我看 等一下拿回去喔,觀察一下 看它後手有沒有變色啊 還要看那個種子的大小 種子佔這一顆果實的大小 帶回去觀察 所以那個 有哈斯酪梨的那種抽皮 所以是哈斯酪梨的 食生的後代沒錯 因為有它的一個特徵 很明顯 但是是花型 開花型變米型 開花型米型花 那其實有很多喜歡種這種 食生苗的好朋友分享 南投那個誰,洪兄喔 南投 田丁老弟的 那個領域的好朋友吧 洪兄 他好像也有那個 那個食生的哈斯酪梨的苗 他種的好像 更厲害,他種的更漂亮 他的管理跟種 還有他的價接各項 都是一流 最近在我們 那個臉書的頻道裡面的 社團頻道 有一個 什麼俠 他有PO那個 芒果的那個照片 他都在做實驗 做那種芒果的雜交的一個 後代的一個種子 你有沒有看到 什麼月俠 很厲害啊 我看他那個種子 那個芒果都是他有 特別去配種的 有那個 什麼什麼配什麼的 那個艾文配什麼啦 金黃配什麼的一個 然後他刻意把它 育種下來 大概有 這個大概有一二十顆吧 一二十顆的 那個字體架接 食生苗後代 所以有在玩這個食生苗的 我覺得還蠻多的 蠻多人的 然後那個幼苗都被那個 果銀 幼苗被果銀釘了之後的 幼果啦 幼果被果銀釘了之後 你看就這樣 但是他還還掛著 所以應該是 繼續撐吧 也是蠻危險的 底下那裡也 也一大串 蠻多的 那比較大串 這個果實都還蠻小 比較小 那最近的酪梨 實際上 那個果實 吊果還蠻嚴重的 其他的品系酪梨 在其他的園區 吊著亂七八糟的 這個已經 一個虎口已經握不住了 慢慢變粗了 等之後 第二次在哪裡 這裡 沒有沒沒那麼高 第一次在底下 最底下 那第二次在這裡 上來就都是了 第二次的加接的 這點啊 第二次啊 第一次好像是在這裡 那現在已經看不出來了 好了 就撿一顆吧 好 待會去觀察 釣果 釣的要自己釣的 這不是采的釣的 好 隨手紀錄 完成的紀錄 然後分享給西亞口素質栽的好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